好我们把疫情的关注焦点转向欧洲 就在一年前这一天 意大利一座北部16000人的小镇 从爆发封城到迅速蔓延到全国 一年之后超过280万人确诊 而地中海对岸的图尼西亚 有一个医生为新冠病人拉禽 提振精神对抗疫情 新闻首先会看到意大利当地 传承三代的汽车零件制造商 说了一年来是怎么熬过来的 在纪念碑前放上花圈 场面肃穆凝重 一年前的今天 欧洲第一起新冠病毒确诊力 就从这里传出 医院位在意大利北部 一个距离米兰60多公里 叫做科多尼奥的宁静小镇 而最开始察觉到异重的是 这两名女医师 2020年2月 他们发现自己治疗的 一名38岁患者 出现奇怪的高烧 决定要跟随直觉 为他进行新冠病毒筛检 结果确诊阳性 我们认为这两个问题是很远的 对于中国 但是在这两个月 已经已经在那两个月 已经已经在那两个月 但其实已经在那两个月 但实际上就已经在那两个月 但实际上就已经在那两个月 就在第一起确诊消息传开的隔天 整座小镇共16000位居民 立刻进入封城状态 当地企业当然也无法幸免 这家汽车零件制造商是家族事业 在当地已经传承三代 知名大厂包括法拉利 BMW等都有使用他们的零件 虽然3月9号工厂重启 近三成的员工也回到工作岗位 但一个多星期后 却相继传来二号 包括该公司的负责人 以及生产线经理的母亲 都在一周之内感染新冠病毒趋势 员工们除了身心上饱受煎熬 头两周的封城措施 也让业者损失近1亿欧元 相当于34亿台币的获利 如今一年过去 小镇的确诊力已经下降到只有21起 但居民心中的恐惧依然没有消散 不过这段灰暗的期间也有让人看到希望的时候 自第一波封城后 这名平时就喜欢摄影的小学老师 就不断将日常生活拍成照片 上传到社群平台 没想到引来国际媒体路透社的注意 而记者和摄影成了他新的职业 把兴趣运用在工作上的还有图尼西亚这名医生 医生防护装备包的密不透风 受伤的小提琴可不能少 边走边让美妙的旋律回荡在每一间病房里 这位医生认为 音乐一样也是治疗方式之一 如今一年过去 新冠病毒已在意大利夺走超过九万五千条人命 是欧洲死亡人数第二高 却也巧巧成了不少意大利人出走城市的契机 根据米兰的户籍登记处 自去年二月 当地共流失一万三千位居民 部分是因为死亡低出生率 另外则是出走的家庭寻找更适合养育小孩的地方 TVN新闻众号报道